大家好 现在我来到了北加州东部的斯坦尼斯洛斯县 听说在这个地方有一座百年以上的廊桥 那在这座廊桥上有没有浪漫的事情发生呢 这条河是从内华达山路流出来的斯坦尼斯洛斯河 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 这条河也是一条金沙河 是陶金的河 就在这座河上被盖了一座廊桥 那么故事就从廊桥开始 这是一座密西西比河以西最长的廊桥 也是美国加州最厚的一座廊桥 在陶金时期 这里曾经是最热点的一个交通枢纽 这座廊桥是木制的和铁钉拧在一起的廊桥 每天阳光的角度不同 廊桥的颜色也在变化着 现在我站在了这座廊桥的桥头 廊桥翻译过来是奈茨费里廊桥 也是国家历史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过去这座廊桥是可以通车的 现在只要求人们徒步走过这床廊桥 廊桥里面有斑斑点点的光 而且是木头的世界 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的气味 在这木桥上走 就能听到木桥下面轰隆隆的流水声 来到这里寻梦的人都会过这座桥 现在过桥还是免费的 人们到这里只在停车场交一下停车费 剩下的就由你自己自由发挥了 桥的中间有两座窗 你在桥里找不久的黑 据说在1981年这座桥就不允许出亮桥水了 那这座桥是什么时候建人 河的对面我们可以看这些一块 一会儿我在后面仔细给大家评计 不行很快我没穿过了这座桥 现在我来到了桥的拿岸 穿过桥到桥的拿岸 那里有一座公园 来到这座桥走累的人 可以到这里休息吃点点心 然后家庭会在这里聚会 孩子们也可以到清畅的水里游泳 在这里自由自在 干干净净的 人们相互之间友好打招 然后我们也准备在这里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在这里漫步就想起了一座狼桥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狼桥 而那座狼桥是在爱佛华州 那现在的这座狼桥呢 是在加州西部 是在内华达山路 那么这座狼桥为什么也能引起我的兴趣呢 因为这座狼桥它承载了很多厚重的历史 休息完毕我们要去寻找桥的历史 在150年前有一个人叫威廉·奈茨 他被称为医生 也称为大山路的人 从1949年淘金时期 他就来到了这里开墾净净的土地 当时河上没有桥 人们都是百度过河 他就想建一座桥 这样方便人们过桥 而且还有收入 桥还没建起来 麦奇先生意外去世了 他的伙伴继续完成他的遗愿 1857年第一座木头桥建成了 远前还能看到当时的桥墩 那是陶金的人过桥得交费的 1862年一场大水流 把桥又得出垮了 两年之后呢 他们建起了另一座新桥 又加了盖成为了南桥 现在我身后的就是这座南桥 而且当时承载着重要的交通修理的作用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铁路通过了这个地区 桥就在那个时候 慢慢失去了它的作用 淘金时期那年代 从这里通过必须过桥 据说那次的伙伴在这里发了大财 在桥的北岸最早有一座面粉厂 眼前就是经营面粉厂人住的小屋 这个面粉厂建在1854年 在1862年大水 也把这个面粉厂冲垮了 面粉厂冲垮之后呢 人们又开始经营发电厂 在这里安置了很大的设备 一路用河水的落差来发电 后来这个发电厂 由于交给了军队来运作 那到了1927年 这个发电厂也停止了 那么现在呢 这里成为了骨骑 这是一个三文鱼的柱子 上面挂着一个三文鱼的标志 那在三文鱼回流的季节 可以在河里发现很多三文鱼 那对于那次先生 留意留下有那么年 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看下一集 耐翅有成 那就是这样的一文鱼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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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样的一文鱼的标志